臨志泱撞車住院4天張凍手術 意識清醒 但未能講述事發經過 臨志泱上週五在台灣桃園市發生嚴重交通意外 至今已入院4天 她弟弟林子茵和經理人今日下午再開記招 透露臨志泱最新情況 經理人表示 林志泱現在意識清醒 可以簡單對話 將會進行手術 但因為私人因素 不會公開手術內容 之後需長時間休養 林志茵也透露曾經嘗試跟哥哥說話 想問有關事發經過 但哥哥都未能清楚表達 由於林志泱不想浪費過多社會資源 她們倆都說這次是最後一次向外公佈狀況 全不承擔舞蹈藝員受傷責任 MIRROR成員代為發聲 MIRROR12場演唱會將於今晚紅館開羅 但昨天傳出演唱會總彩排期間 有舞蹈員在佈滿機關的舞台上發生意外 需要送院治療 逆傳因為有人未肯承擔責任 只是叮囑舞蹈藝員要執拾 令Danser們非常不滿 在社交平台放負 還發起罷工念頭 事件發生之後 經理人花姐就在她的社交平台寫下 明天大家一起努力 MIRROR成員AK更為眾Danser發聲 表示沒有了舞蹈員的演唱會 一定失色不少 還跟Danser說一起加油 MIRROR彉 MIR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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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